这个时间点 这个世代留下台湾的地理的面向 导演齐柏林花了三年时间 耗资九千万拍摄看见台湾 电影上映后票房破两亿 还获得第五十届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奖 成了台湾史上最卖座的纪录片 也让齐柏林成了家喻户晓的导演 我特别关心台湾的环境 那我也非常喜欢记录台湾人 在这个土地上勤恳耕种 然后或者是从事养殖 等等各行各业的这种地景地貌 齐柏林原先在交通部国工局 负责空拍摄影 十多年来记录台湾土地的美丽与哀愁 不过2009年的莫拉克风灾 让他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原本差三年就能领退休金 但齐柏林辞去服务二十多年的工职 不惜抵押房屋借贷找补助筹备纪录片 因为台湾的问题同时也发生在 全世界其他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国家 都有相同的环境的议题 那这是一个可以自我反省 自我检讨 然后自我省事的一部纪录片 对环境议题不遗余力 也曾与政言上人会面 分享拍摄看见台湾的大地之美 齐柏林的空拍资历长达25年 飞行时数超过2500小时 睽違三年再度出发 启动跨国计划 赤字一役的制作备用 准备拍摄看见台湾2 大概60%的记录 是在发掘台湾的问题 大概40%左右 是在跟国际相关联 我们不能忽略了 跟我们周边国家 邻近地区的一些生态的问题 只不过开拍消息才一出 10号上午 齐柏林前往花莲勘警时 发生坠机意外 机上连同齐柏林 一共三人全数罹难 如今只能透过电影画面 追忆这一位热爱台湾的纪录片导演 你看见台湾了以后 你才知道怎么样去爱护它 珍惜它 疼惜它 大爱新闻综合报道 这期事故除了带来全岛居民的探袭之外 也再次的凸显了台湾民间飞航安全的问题 这一次齐柏林导演所搭乘的林天航空 是一家民营的直升机公司 有20多年的营运历史 过去几年 它一直是齐导演固定合作的对象 但是它也曾经发生